童谣 你好 童谣 你好 童谣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好 欢迎所有的这个 入围的朋友们上台 你知道刚才现场要读嘛 对不对 读那个入围的作品 其实还蛮紧凑 所以现在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来平复一下心情 因为童谣那杂很长 你知道吗 赶时间啊我 来吧 这个时候我们先问一下好了 童谣 你是最佳歌曲制作艺人 就包括了三个名额啊 有没有会不会考虑 其实想要当转幕后 当制作人等等之类的呢 阿管不是有在现场 哪里 阿管在那边 哇塞 恭喜啊 然后其实我刚刚 这是我第一次出席 所谓的公布入围名单的记者会 因为其实我做音乐 好啦我可以说我做音乐 这么多年其实 你说得奖跟颁奖典礼 真的不是我做音乐的目的 完全不是 但是这一次其实就 刚一直来到刚刚都很轻松的 就说随便 刚刚 可是开始闪名字的时候 其实你看我现在 你摸 你摸 是有胸肌的 是有胸肌的 然后我同时在下面跟陈子超在 在live 你知道 因为我知道阿管有在现场 然后我就说做曲 做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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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sorry 没用力 然后我做词阿管有一首 然后到制作的时候 就有三首这样 所以其实很开心啦 但是就是因为 呃 你看我今天会出席 就是真的是 这一次的这张EP 是非常的 用心 用心 我刚刚想说不能说看中 但是真的很用心 但是也是 做音乐做得最开心的一次 嗯嗯 那真的希望 颁奖电影那天 呃 这次真的可以 真的希望可以得很多 因为这样子 对一起玩音乐的伙伴 会 有个交代 然后大家下一次会玩得更用心 我比较有兴趣想要知道的是 其实像刚刚日公布 这个技术组的入围名单 其实你是 如果 在演唱组的话 你也有入围的话 只能拿一个的话 你想要拿技术组还是演唱组 技术组 技术组 为什么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 演唱拿太多 没有 我连入围都没有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做这张专辑 就是希望把自己 张透朗推到最后面 包括做音乐 然后包括拍MV 包括整个专辑的包装 艺人的形象 我都是希望把张栋梁放到最后面 所以 这张专辑会成就 会让大家喜欢 可能之后会被留下来 就是这些技术组 是最重要的 所以 现在是怎样的人呢 现在是喜欢幕后制作的人 希望 喜欢 喜欢自己有份参与幕后制作 但是 当然还是要站在幕前 才可以继续走下去 OK 好 谢谢栋梁 谢谢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